歡迎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想各位都是首次踏足 這個是INDECO位於我們 UHOX這個銷售中心設立的設立廳 今次他們是為我們這個項目 特別精心設計一套傢俬系列 為我們絕對提供的 為何我們會和INDECO今次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第一我們項目都是主打 兩行或以下的單位 提展到我們項目七成 而其次由於我們項目的配套 和業務前景都非常延遲 我們相信也會有一批 是長遠的投資客 會對我們這個項目的影響 所以今次我們在首批價單裡面 特別去提供 所有的單位分層單位 都會提供INDECO合作的 這個是加斯套餐 是給我們的買家去選擇的 今天大家除了可以參觀這個場地之外 我們很高興 有INDECO的業務發展總監 莫麗賢小姐 親自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究竟他們今次為我們這個項目 設計的這個系列有什麼特色 而細心之處又在哪裏 那或者我交給莫瑟姐 跟大家講解一下 謝謝莫瑟姐 首先很歡迎各位傳媒朋友 也都很感謝新地和地鐵 對我們公司的信任和支持 今次我們INDECO為了 YOHO WEST的住戶設計了一系列的 Cosmopolitan的collections 那裏面的設計元素 我們會行一些比較簡單的線條 和一些輕巧的概念 那除了美觀之餘 亦都很具備這個實用性 那加斯的用料 你會發現我們會有一些 譬如金屬的元素 配襯一些毛 一些soft和一些hard materials 亦都會有深淺色的顏色 給買家去選購 那加斯的package裏面 是包括了有基本的加斯 例如沙發、餐桌椅、床、衣櫃 和電視櫃等等 亦都會發現在加斯上面 我們都擺了很多心思 因為有時可能住戶都想 可以邀請客來 那怎樣可以增加一個 例如多一點的座位置 給一個用戶 那我們就 例如你會見到 dining table 這裡有一個dining bench 其實這個bench 也都可以 譬如客人 不是說吃飯的時候 可以在沙發前面 做一個serve咖啡 或者是飲品 那也都 給某一些的 模型 會有一些 例如咖啡 table 那個咖啡 table 的桌面是可以升起的 那方便 現在有時候 用戶都會用到 例如iPad 電腦 那他們可以 在咖啡 table上面 做二點梅 除此之外 這個package 我們會在買家收留之前 預先送到他的單位 當買家收留的時候 所有傢俬已經在單位裏面 節省了很多買家的時間 也有拿鎖匙 可以搬進去住的便利 而這套傢俬在我們India門市 是不會有陳列出來的 如果有興趣的買家 歡迎他們親民Yogo West的銷售中心 陳陸佳斯 我們會有同事長住在這裡 會講解的 可以參考銷售中心的開放時間 胡先生有沒有其他補充? 大家可以看到 這次我們和India都合作 一貫是為客人設想 希望他們在收留之前 你已經做好這個家具 在他裝置了 在他家裡之餘 也有多了很多細心的設計 譬如剛才 小姐也看到 我們那個Coffee Table 可以升起 去做一些工作的用途 甚至在擴展 一些多用途的家具 可以當有親戚朋友 可以新營動 這裏是我們今次沒有分別設計的特點 多謝各位 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想進一步的家具 有否說套餐是包括多少個套餐? 由Studio至三房不等 我們是由六件的家具 到十七件的家具都有的 因應胡營和單位的帶子 有否說那個套餐是多少? 有多少套餐? 因為這個家具套餐是特別為了Yoko West 所以其實我們都沒有一個很實際的數據 可以說 compare 到這一套家具的總值是多少 但是一定是沒有給我們面試優惠很多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質量和設計 絕對是非常美觀和實用堅備 即是不能選擇 你可以選擇家具 但不能夠選擇樓 有的 有的 我們都可以提供一個彈性給那個買家 那如果那個買家是屬於建築期付款的 如果他覺得這個價錢 這個家具是他自己的需要的 那他可以連那個定價 一同買入的家具 但如果他覺得他自己可能有自己的裝修一個個人喜好 他當然可以有一萬元的樓價購減 當然他也可以另外私下再跟電力台的徒師聯絡 就為他自己家裡再做另外的特別設計 當然會有他的選項 6至17件已經包了基本需要的傢俱 對 床、梳化、飯桌都全部齊齊 沒錯 例如廳有沙發、電視櫃 飯廳有餐可以 房間主要有雙人床 再加個衣櫃 在第二層或第三個上房間 也會有一張單人床 再加一個開房式的窗戶 其實這裡也有展示到的 住戶也可以選擇 我其實想有一個home office的話 我們也有書桌的設備 就因應每個買家同行的需要 去選擇監司 也看到這裡背後有兩個材料櫃 其實是我們為了設計 設計了一個深色和淺色系列 當然客人可以說 其實我又喜歡深色系列的布 但我喜歡淺色的沙發 或者是淺色的木材 其實不需要他們定義 是我們的設計選擇 他們可以自己自由配搭 可以看到這裡背後的餐桌 這是一個廣角的版 這個側面我們也有顏色的選擇 所有的材料可以在這一方面 可以看到 有所有的物料在這裡 也有留意到 其實在傢俬 很多我們用了圓形角的 有一個圓形角的設計 其實在生產上 圓形角的角 是比一個方形的傢俬 難度高一點 比較繁忙 也會看到有些小細節 例如這個 這個木板 它是一個斜面 其實很多細節位 你會看到我們很用心去設計 這一批傢俬 希望真的用得到之餘 特別是美觀 是美觀 在家室上 那 是的 Stole 也是一個比較 Curved 的設計 Bench 也是 其實你會發現有很多 這些小細節出現 在我們家室裡面 我們也有些物料 比如我們用一些金屬 一些黑色的金屬 或者在衣櫃裡面的 製造 一些金屬 建築裏裡面用了一些金屬 都是希望那個 會有不同的物料 有不同的質素 有不同的質素 和層次 您可以說一下收費的情況嗎? 我們時間單位是昨天才首日開放的 其實昨天開放的市場反應非常良好 我們看昨天單日的測官人次已經超過4000人 超過4000人 因為我們今天才進行首日收費 所以暫時我們還未看到實際情況 但我們看到就算我們剛剛示範單位是兩點鐘開放 其實也看到有一批有興趣買家都在排隊等候進場 我們看到反應是非常好的 竟然加退嗎? 加退當然我們今天也是第一天收費 但我們初步看昨天的市場反應也是非常理想 我們估算有機會最快是星期五或者周末進行回家推 這是不是初步收費已經觸反應了嗎? 因為剛剛開始收費而已 所以我們還未看到實際情況 但我們相信會很理想 今天會不會報仇? 我們看一看情況吧 我們有準備的 但暫時我們會首批 我們在暫時的計劃裏面 都是投銷售的兩至三張價單 我想都很有機會去包括了這個加私套餐的選項 這個當然我們會跟我們的合作夥伴定案出了價單 再次大家去公佈 還有其他問題? 你有沒有說那個加私套餐的優惠 其實攝資多少錢? 你用了多少錢? 因為這是以一個項目的情況 去為住戶去做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特別的獨立項目 我們當成一個項目去打造的時候 有一個考慮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駕在個都會